残忍耗杀,降劫城市 洪水逃难,四处投奔亲友,不料亲友们也已被盗贼所杀害 啊,只剩下最后一个亲戚了,希望他没事 这,这不会吧 哈哈哈哈,天啊,这天是到了什么孽呀 啊,小兔子,别动 哇,下面挖锅 哎,还不到三斤肉 喂,老兄,你怎么忍心 诶,是你呀,兄弟 诶,是李兄呀,你怎么跑射来了 你怎么这身打扮,像逃难似的 确实家乡遭洪水,家里人都死了 哈哈哈哈 兄弟别动 哈哈,射中了 啊,好剑法 兄弟你瞧,挺肥的呢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哎呀,有什么话到寒舍作作再说 我烤兔肉给你吃 哎,我吃素很多年了 李兄,请先入内休息 我这就烤兔肉给你尝尝 啊,不,我只吃素 哎,什么 哇,怎么啦 呃,没什么,练习射箭而已 哎,这,这 嘿嘿,这个鬼子,没听老权,也没有警察保护 太好了 那我听着,抢光他们的钱财,砍下他们的脑袋 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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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啊 哎呀,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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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 你骂谁啊 让大王饶命 我是说那只四脚蛇 想去大王的路 真是畜生不如啊 别想骗我 就凭你 别想呼噜我 去死吧 坏啊 谁这么闲 传简讯给我 是老婆大人 刚好五点 好了大伙们可以下班了 我老婆在抠我了 好了 我也要回家吃晚饭了 走路走路收工了 这人生的起伏也太大了吧 李培德感慨万千 于是独自到深山之中 开业一位仙官的河道道长 哇 好雄伟的道官啊 弟子愚昧 想请教道长 这些年 天灾人祸不断 盗贼自起 到处杀身震天 且流成河啊 天下身灵和郭寿指寒话呢 哈哈哈哈 天本浩身 奈何世人残忍浩杀 任意改杀物名 以至一月日久 向干天怒 因此 上天 向激荒天灾 接着 又一刀兵人祸 来烧杀人命 神戒世人 以至长所杀之物名 这就是天道报应不爽啊 原来如此 世人若不造杀业 自然就能远离灾难 二 李培德下山之后 殿力士戒杀 并极力劝人戒杀放生 一心期望世人不再造杀业 人人都能远离灾难 但一口肉之过时 大于饮酒之过 如若自己亲自杀身 且饮一口血 则其过患 大于百年时别众 所杀众生肉之过失 此说为何 因缘所生故